51这个函数文来做说明 那请各位开启这个 那我需要做出来结果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如果它后面有刮壶 其实我们常常遇到就是有些资料 你需要把刮壶的部分独立抓出来的时候 那当然有几个观念 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它的规则一定是前刮壶 前刮壶的后面这个字 一直到后刮壶前面的字 这个范围是我们要的 那可是呢 如果说你当然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就是只能突发链钢 那突发链钢的话 其实就是你这边C-C-C-V 那会做需要做非常多的动作 你才有办法把一件事情给做完 那当然内建的功能已经有了 就是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用FINE函数 那这个FINE函数 其实如果不知道各位有用过 在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有一个文字函数 你可以找到那个FINE 这边有个FINE 那FINE这个函数 他有跟你讲说 他需要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FINE TEST 就是指的是什么 要找什么 Within 就是在哪一个文字里 在哪一个文字里面 那从哪一个字开始 他其实有一些相关说明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使用个函数 即便你没有用过 你也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他需要有三个东西 不过第三个可能没有没关系 如果没有 他会从第一个字开始找 OK 因为刮斧像后面那个152这个范例 他刮斧不是只有一个 他有三个嘛 长宽高嘛 那这个时候你就 STAR LUMB 你可能就是 要一直让他往后面找了 有没有 第一个找到 换第二个嘛 所以你要找 就不能从 又从头开始找 从头开始找 一定还是找到 第一个刮斧了 所以逻辑上大概知道 好 可是 问题 你要怎么找 才找得到 你刮斧的位置 所以我如果 如果要按部就班来看 假如说 我们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也许我今天 先找什么 先找前面的刮斧 不过第一个 至少没前刮斧 我们找第二个 第二个出生哥 假如说我今天 要想要知道说 他的第一个 刮斧的位置在哪里 那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那你可以找到 往下找那个Find 那Find的话呢 你告诉他说 你要找什么 有没有 为要搜寻的文字串 要搜寻 然后来寻找 符合within的 就是 你要找什么东西的意思 Find就是 你要找什么字串 那我们需要找的 就是一个 前刮斧好了 前刮斧 不过在这里 你特别注意 前刮斧还有分什么 那个全形跟半形 有的时候 那个 如果你这边是全形 你就要打全形 如果是半形 就要打半形 可是那个 因为全形半形 那个差异性 不是那么明显的 有些时候 你如果打了全形半形 打不对 也会找不到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假如说全形的话 应该各位都知道 这边 这边是现在是半形 对不对 那我刚刚打的是半形的刮斧 如果我再把它变成全形的话 你再按 Shift加上9 就是全形的 Enter过 那其实 说真的 两个 看 如果你说你不仔细看 好像会看不太 有没有 可是呢 你可以用选取的状态 选一下 你会发现 半形 它其实就是选半格而已 如果你是全形的话 你一选 它是选什么 一大格 这个我觉得 你如果没有特别注意 你会找不到 因为全形跟半形 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要找的是半形 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半形 因为你可以发现 间距比较小一些些 第二个的话 那 特别注意 当然 应该前后给它 那个双引号 不过你一一看 它会自动帮你加 有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你可以不加 没关系 表示它要找什么 找一个刮弧 在哪边找呢 在 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是A3 我把它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Star number 这个可以空下来 为什么 因为Star number 是指的是 从第几个字开始 我们从头开始找 所以不需要给它 所以可以空下来 那它会告诉你说 哎 你的前刮弧 在 这个字串里面 我帮你找到了 在哪里呢 在 第三个字 有没有 123 然后 第一个我们已经有 线索了 对 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找什么 按确定好了 OK 就3 第二个的话 我要找什么 找后刮弧 那其实 简单一点好了 把这个公式复制下来 就前面那个 把它贴到后面 其实差别在哪里呢 这边再点一下 插入函数 再把这个怎么样 改成后刮弧 后刮弧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用全形 像我现在用全形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找会怎么样 找不到 有没有 它会找不到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要把它改回来 改成半形的 OK 这有时候小细节 同学没注意到 就会发生奇怪 怎么会找 有找到了 就 所以我知道说 它的前刮弧在3 后刮弧在9 那我要怎么样 把那个 中间的东西抓出来呢 其实 就是把这 接下来 就在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MID MID函数 有没有 一个MID函数 前面应该有讲过了 而且MID函数 是算入门函数 不是算很困难的 我们后面 进阶都用进阶函数的 所以FINE函数 也许你没用过 不过没关系 反正观念通了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其实 当然这些做法 你当然也可以 全部一次串在一起 做一个格子里面 就做一件 可是有时候 我发现 你的功力 还不到那里的时候的话 你还是分阶段 来分解 你分解开来 你就会做了 可是如果你全部串在一起 你可能不会做 那个书里面 是讲就是全部串在一起的结果 所以你可能有些同学 自己书买回去 看半天还是不知道 奇怪为什么 他可以这么厉害 一个这么大 这么长的公式 怎么来的 其实都是分解开来的 他不是说一次 他只是 作者是一下子 全部帮你做完给你看 但是他中间 他把它漏掉了 那我是把中间的部分 再跟你们讲的详细一点 好 那有三 可是问题 你要找的 要切 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个什么 一个MID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有一个插入函数里面有个MID 那你可以找到一个叫MID MID对不对 这个应该不陌生的 而且用到机会非常大 那你要切字串 我要刮斧里面东西 所以刮斧里面东西的话 就是从怎么 这个里面对不对 那我的star number是哪一个呢 其实就是刮斧的位置的下一个 所以刮斧的位置后面你会发现 还必须要加什么 加1嘛 因为你不加1的话 那就是会切到刮斧啦 3 从第三个字开始的话 那它一定是刮斧 然后后面的东西 所以你要刮斧后面那个字 那你就是把它加1 加了1之后 然后再来后面是什么 Lumber Tries指的是要几个字 那几个字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把那个后刮斧的位置 剪掉什么呢 剪掉前刮斧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这个 剪掉什么呢 这个位置 但是你会发现 会多一个什么 后刮斧 为什么 因为还要再把它剪1 为什么要再剪1 因为前刮斧的位置 不是我们要 我们的位置 实际上是加 那个后面那个位置才对 所以呢 前刮斧如果加进来的话 会多一个字 所以必须把那个字 前刮斧的那个字 怎么样 把它扣掉 应该懂那个意思 不过有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说 一直钻牛角尖 一直想为什么 其实 我觉得那个Excel里面 有一个蛮好的功能 就是说 这边都可以显示出来 有没有 这边都会让你知道 你大概 那最后结果 假如说刚刚不是多一个吗 那多一个的话 你要扣掉一个 你就减1就好了 其实有的时候 也很不需要说 特别去好像 在你脑袋里面空想 其实这里面都有 它显示了一个预设的 就是大概结果让你知道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怎么样 把它按确定 好 有没有 第三届的冠军 那如果你现在向下填满的话 基本上 应该就可以出来 我们要的东西了 OK 不过 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边还没做出来 所以往下填满 这边还没做出来 所以往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这个 这边也 这个再把它往下填满一下 OK 好 那这个也可以往上 这个也可以往上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是有刮乎的部分 有刮乎的部分 都是正常的 但是没有刮乎的地方呢 却发生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呢 它会跟你讲说 value的错误 它这个找不到 找不到它给你这个东西 其上就是什么 value的错误 value的错误 那所谓value的错误就是说 它没有找到资料 它会告诉你 没有找到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 没找到资料 它会给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来表示什么 没找到资料 那问题来了 那将来如果说 你看到这个东西 好像也解决了 可是事情好像只有解决一半 为什么 实际上最后应该是 把那个 这个东西也不要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怪怪的 所以要怎么样把它不要显示出来 我想各位先试 那等一下再来讲另外一个函数 就是把它过滤掉的函数 所以我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找钱瓜糊的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这边可以在 我这边是空一个 也许这边等一下全部做 那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钱瓜糊 钱瓜糊 这是后瓜糊 那这是什么 就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 然后这个是全部的 那把这边 再把它加上去 等于是说 这边多了 三个栏位 那当然最后 如果说你要一次做完 你可以直接就在这边做 我们是分阶段来做 OK 那待会的话 再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要把这个 value错误去掉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 找钱瓜糊的位置 二 找后瓜糊的位置 三 找瓜糊内的字串 第四也许就是说 避免那个 value错误 要怎么做 避免value错误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